以前在长沙锁过粉 在柳州吃过螺蛳粉 在桂林吃过米粉 今天我们来尝一尝南昌的米粉是什么样子 哎呦 这队伍都堵到门口了 站在队伍的最后 考验失利的时候来了 让我看看这边的拌粉都有什么样子的 这家的拌粉是可以拌很多种肉的 像牛肉呀 猪肚呀 还有腥肝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拌的 还可以拌两样 拌三样 都是可以的 我要一个牛肉拌粉 不要了 我们下一个牛肉拌粉 可以了 他们是五个人 拿着五个盆版粉 好专观呀 要香菜吗 要 都要 让我们来 要加辣椒 这是六十八号啊 我是六十八号 麻烦你 打包子啊 美妮 让我们走 偷人 坐着要等 人家被吊你们 后面 美妮 11号啊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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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南商他们都喜欢吃粉了 早上起来呢就是拌粉 拌粉简单来说就是加了各种调料 拌出来的米粉 像我今天这一碗就是13块钱的牛肉拌粉 还是加了花生萝卜这些东西拌出来的 上面呢就是铺了满满的牛肉 这个看起来真的还是很不错 这碗粉看起来是一半粉一半料 看起来好好吃啊 能够发现这碗米粉除了明晃晃的牛肉香菜 还有一个就是辣椒 江西人喜欢吃辣 连早上最快捷的一餐也不会放过辣椒 这么一闻鼻子都能感受到辣椒的味道 这里面有红的绿的还有蒜 它这个米粉感觉特别厚实 用客的一讲烤销度很沉 抖了抖了它 看着大片的牛肉都等不及了 第一口是吃到牛肉吃到蒜 这水还是无点辣的 它这个米粉一加就感觉特别的爽滑 筋道 配上这大片的牛肉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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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特别的顺滑 里面是不是加了香油啊 好香啊 这个牛肉是蘸满完了 辣椒和蒜的 吃一口特别的下饭 它这里面辣椒加的是鲜辣椒 这种辣感觉最简单 但是也最直击灵魂呀 吃到最后还有这么多的料呀 吃完之后又把火往路里烧 真想对着空调吹吹吹吹 我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 已经来过南昌一次 但是当时在这边吃了三顿饭 直接就是感觉承受不了这种辣度 结果呢就是视频也没有办 今年呢再来南昌来挑战一下这边的辣度 这个超油管没有呗 有三个 能有三个 三个的哦 也很好 这个三个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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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筛牌的 还有我的这个汤怎么弄啊 好 一个手机要倒面 看看 要不要 有啊 你都放在里面 我转个身体 先放在哪里 先放在哪里 你这本要热的凉的 热的凉的 热的凉的 等我放在这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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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孩放在这里 好 谢谢 那多香菜要吗 一碗要 一碗不要 高的湿的要吗 高的湿的要 大包的不要 大包的不要辣 比这种鸡肉 大包的 小鸡肉 还有点 老板 老板 你不要摆个小鸡肉 只要大鸡肉 不是 小鸡肉 比你只要抱 你要白切你 你是要这个牛 有辣椒的辣椒 有辣椒 那几次 有辣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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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很多本地人来吃拌粉的时候 都会配一碗猪肝鸡蛋汤 这碗牛肉拌粉我是吃饱了 猪肝鸡蛋汤就没有要 吃完的感觉好辣呀 唯一不好的地方是里面加了饭 这大早上的呀